这只色狗在茫茫人海中 拦下一个美女 想等她回家 女人见狗狗可爱 就大方地请她吃钢奶的烤串 喂完后便起身离去 尝到甜头的狗狗看她人美心善 就厚着脸皮跟了上去 女人发现后想要将她赶走 但看到狗狗乖巧的模样后 还是心软了 一脸无奈地把她带回了家 如愿以偿的狗狗 兴奋地在院子里跑来跑去 无意间发现屋子里还有只小黑狗 稳重的小黑看到同类后十分高兴 热情地给她开门欢迎她进屋 女人担心有洁癖的老公 发现流浪狗后生气 便急忙把狗狗洗干净后藏在房间里 在听到老公回来后 还警告她不要出声 但从未感受过家庭温暖的狗狗 此时却开心坏了 手舞足蹈地拆起了家 发出阵阵声响 饭桌上的男人闻声感来 映入眼帘的却是 房间里的一地狼藉 连相框被狗狗打翻在地 相框里是已经夭折的宝宝 被男人视若珍宝 此时的她火冒三丈 不听任何解释 让女人立刻把狗狗送走 就这样 狗狗被送到了宠物用品店 等待她的新主人 可见过玫瑰的狗狗 怎么会爱上眼花 看到新主人后的狗子 内心十分抗拒 拔腿就跑 在宠物店里上蹿下跳 老板表示无能为力 没人会领养这么顽皮的狗 善良的女人不忍狗狗积蓄流浪 便又牵着她带回了家 在女人的软磨硬泡下 男人终于妥协 同意狗狗留下来 但淘气的狗狗 显然不讨男人喜欢 因为男人每次上班时 都会友好的跟小黑握手 而聪明的狗狗伸出手时 但却被男人直接无视 狗狗满心委屈 越想越起 便摇起枕头发泄了起来 看着小黑乖巧的样子 狗狗便按下决心 一定要让男人和自己握手 这天狗狗好像发现了什么 突然躁动着朝女人狂叫 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肚子 夫妻俩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这才发现原来是女人怀孕了 但狗狗曾在流浪时 经常被孩子们欺负 所以她每次看到小孩 不但会害怕还会变得狂躁 女人在生下小宝后 开心地想让狗狗看看小主人 但狗狗十分害怕 忍不住地狂叫 还吓哭了熟睡中的宝宝 男人生气地把狗狗 关在院子里不让进屋 狗狗心里很难受 他不是故意要吓宝宝 而是害怕小孩子欺负他 突然狗狗发现隔壁的大黄 和小孩玩得很开心 随即意识到小孩 似乎没有那么可怕 便打开了心结 好兄弟小黑不忍看狗狗睡在屋外 便贴心地帮他开门 还十分靠谱地把门带上 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被宝宝吵醒的夫妻俩 突然发现哭闹声戛然而止 等两人冲到婴儿房时 发现狗狗正蹲在床前 把脑袋伸进围栏 静静地陪在孩子身边 女人看出了狗狗的温柔 等到了早上 女人把孩子抱了过来 让男人看狗狗的反应 只见他主动向前 把脑袋轻轻地放在孩子身上 表示有好 男人这才常舒了口气 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并告诉他要好好守护小主人 懂事的狗狗很负责任 寸步不离地守在身边 刚换下来的尿补 他会一口咬住帮忙丢掉 小主人蹒跚学步时 狗狗也必须搀扶着 上下楼梯时还亲自护送 日子一天天过去 小主人在狗狗的陪伴下逐渐长大 到了上学的年纪 小女孩问狗狗一加二等于几 聪明的狗狗连叫三声给出答案 为了给小主人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负责任的狗狗不允许任何人打扰他 连亲爹来了都不行 除了帮小主人辅导作业 狗狗还得操心小主人的接送问题 女人忙活工作经常忘记时间 但狗狗每天都叼着狗生 准时地走到女人面前提醒他 不光是学习 狗狗还是常关注着小主人的健康 这天深夜 察觉到异常的狗狗疯狂地敲门 直到夫妻俩被吵醒 女人打开门后看到狗狗飞快地跑到小主人的房间 意识到不好 跟上去发现孩子面色惨白 呼吸困难 还发起了高烧 夫妻俩急忙把孩子送往医院 医生告诉他们孩子患上了严重的哮喘 幸好发现及时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懂事的狗狗觉得身上的责任更重了 更加寸步不离地陪伴在小主人身边 这天一家三口要去山上度假 所以只能请女佣照顾两只狗狗 小主人依依不舍地跟狗狗告别 男人也过来跟小黑握手说再见 然而男人却还是更喜欢稳重的小黑 狗狗也想和男人握手 但又一次被无情地忽视了 等车子开走后 狗狗有种不祥的预感 放心不下小主人的他 便不停地扒拉着门 女佣以为狗狗想要逃跑 就把他关进了笼子里 小黑见状便趁火打劫 用狗语向女佣要好吃的 小黑看女佣如此抠门 就趁他晚上呼呼大睡时 悄悄走到狗狗跟前 靠谱地打开了笼子 狗狗看大门没锁 便直接冲了出去 寻着气味 踏上了寻找小主人的路 而稳重的小黑走到门前 却满是纠结 犹犹豫豫地不敢出门 狗狗在加油站搭便车 又溜进出租车一路换乘 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 下车后连声谢谢都没说 跑了一夜的狗狗又累又饿 看到路边有人在吃饭 便悄悄过去抢上一口就跑 却不料这两个坏家伙盯上 想把他卖到狗肉店换钱 于是便前后夹击一把抓住了狗狗 将他拴在树上后 开心地去找买家 心地善良的小男孩看到后 不但为他吃的 还偷偷解开了绳子 逃出生天的狗狗 这次没有忘记回头感谢 此时的小主人 正在游乐场和小朋友玩耍 女孩自豪地说起了 自己的狗狗无所不能 可小朋友非但不相信 还一把将他推倒 伤心的女孩十分想念狗狗 恍惚间听到树林里传来狗叫 便从围栏走了进去 却不料走着走着 就忘记了回去的路 女孩越走越怕 喊着爸爸妈妈也没有任何回应 慌忙找路的女孩没注意脚下 摔伤了腿 女孩只能坐在地上无助地哭泣 此时的狗狗寻着气味 奇迹般地找到了这片森林 回头一看 靠谱的小黑竟然也跟了过来 这只狗狗听到了女孩的求救声 便和小黑分头行动 自己去找小主人 让稳重的小黑去找夫妻俩 狗狗寻着声音 终于找到了受伤的小主人 女孩这时也察觉到了什么 缓缓地回头 看到狗狗后 难以知心地瞪大眼睛 开心地笑了起来 女孩紧紧抱住狗狗 终于不再害怕 休息过后 狗狗便开始带领小主人 开始寻找回去的路 但不疑惑 山里突然下起了暴雨 俩人只能暂时去煽动碧雨 虚弱的女孩受凉后犯了哮喘 无力地瘫倒在地上 狗狗担心极了 赶忙向前趴在她身上 给她取暖 等雨过天晴后 狗狗叫醒小主人 带她继续赶目 然而女孩由于呼吸困难 头昏眼花 一个捕兽机关在女孩的 必经之路上 却没有发现 千军一发之际 狗狗冲了过去将它推开 女孩这才逃过一劫 然而没走多久 一棵大树横倒在地上 无情地挡住去路 看到女孩爬不上去 狗狗就在两边寻找出路 但一边是茂盛的植被 而另一边却是悬崖 狗狗失落地坐在主人身边发愁 突然她灵机一动 朝着大树下面刨起了土 不一会儿就跑出一个洞来 狗狗十分开心 催促着女孩赶紧爬过来 可她连叫几声 小主人都没动静 狗狗爬上树一看 才发现小主人晕倒在地 狗狗急得团团转 不知该怎么办 突然不远处传来爸爸的声音 狗狗立马追着声音冲了过去 爸爸看到狗狗后来不及惊讶 赶忙跟着他跑进丛林深处 来到了大树旁 爸爸看到女儿后 脸都吓得苍白 急忙抱起女儿拼命地往回跑 没注意到前面也有个捕兽陷阱 危机关头 狗狗一跃而起 用尽全力地把他撞开 爸爸身体瞬间失衡 跌倒在路边 回过神来的他急忙爬起来 刚想抱起女儿 却发现狗狗躺在不远处一动不动 男人前去查看狗狗的伤势 发现他的一条腿被完全刺穿 无法动弹 爸爸不仍把狗狗独自留下 但又无法同时带他们走 狗狗顾不上疼痛 乌液着催促爸爸赶紧送小主人走 爸爸见状安抚过狗狗后 肯下心抱起女儿赶忙离开 狗狗看着小主人远去的背影 便安心地闭上了眼 弥流之际 他的眼前一片黑暗 突然他听到了熟悉的叫声 恍惚中 他看到了靠谱的小黑带着家人回来 女孩由于及时救治已无大碍 但狗狗却没那么幸运 由于陷阱上的致命毒药和失血过多 医生说他已是强弩之末 男人感激地抚摸着狗狗的头 跟他说谢谢 一直以来男人都不喜欢他 每次都和小黑握手 却总忽视他 如今就是这样一条狗 却救了他们妇女的命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狗狗再次伸出了手 这一刻的男人 丝毫没有犹豫 温柔地握了上去